成都三盛香是春意常住的地方 最近一座全新的花卉地标在这里悄悄立起 成都人民买花又有新去处了 跟林林一起逛花市去贩卖春天的地方走走 安逸的旅途正在播出 不是云南昆明去不起 而是成都三盛香更有性价比 那咱们春天到了呀 不仅看了非常多漂亮的花朵 那林林肯定是想要把这些花花都抱回家去 仔细观赏一下的 那么在成都我们去哪里买花最有性价比呢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会生公园里边的花市 那这一片呢其实都属于三盛香 有非常多的花市 我们今天选择了这个花市去看一下 这里能买到什么样有性价比的花果 走 三月至这次不上春山 我们去花市买春天 三盛香作为坐拥成都大片花海的地方 自然是寻找春天的不二选择 这里的会生文创公园 是全川首座以花卉为主体的文创公园 汇集了各种各样的花质品种 看看今天在这里可以逛到什么好物吧 有个喜欢多热的朋友呢 然后我在三盛香这边看到了超级可爱 超级多的多肉 这个呢就是用多肉来造的景 有点像爱丽丝梦游仙剑女院的小兔子 色味的可爱 当然这个放在家里面可能留一点点的大呀 如果说您想要买一瓶小多肉回去的话 这个还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你看他这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绝了 这个十块钱可以买三个 然后这个十块钱一盆 我觉得这个老板还挺有这个艺术气息的啊 你看看所有的这些造的景都特别的美 我们进去再看一下吧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爱的 我准备买两盆小多肉放到我的工位上 让自己工作也变得非常的开心 丽丽没有想到啊 绿植竟然也可以十元批发式购物 多肉自由 在这个春天终于可以实现了 选好自己喜欢的多肉 拿好终于的陶瓷花盆 可以让老板为你种好 也可以自己回家栽种春天 继续往园区里面去吧 这里可不只有可爱的多肉 嗯 你进门啊 这个鲜花的气味一下就 哇 它真的好多花呀 就这么大的一把小厨局 你们知道在市区里面要卖多少钱吗 多少钱 三十家 三十 我们今天多少钱 小主理 今天咱们给大家把这个价格卡了一下啊 打下来 二十不要了 二十不要 十八也不要了 十八也不要 直接十二块九 上车 走进鲜花馆便是扑面而来的春天 关不住的满园春意让人挪不开眼 成树成树的鲜花开得正眼 这里种类很多 价格也很实惠 几块钱就可以得到春日的美妙 怎么挑都不会出错 哇 好漂亮 那灵灵今天的准备买点浴巾香回去 看一下 它有这种已经非常含苞带放了的这种的 然后还有这种全是花孤朵 还是很绿的这种的 可以看自己的喜好 这种回去呢 可能它养的这个时间就会稍微长一点 然后这种买回去呢 你就能即刻地观赏到它花盛开的这个美景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喜欢不喜欢等待啊 所以我就拎一束这个回去吧 这个多少钱老板 三十三十五 很便宜了其实 我之前找过一种坑啊 就是别人在花店里面给我包 就六只浴巾香 就这种浴巾香 好像是299 但今天咱们可能有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才三十五块钱 打多少折你自己可以算一下 太便宜了 诶 又是浴巾香 不是家人 这个 这个更便宜耶 这才二十块钱一输 大家觉得我的这个有点不太香了呢 大家可以多逛一下 多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和行情 然后再酌情购买 面对一整个鲜花馆的花 可不要断花见一迷人眼哦 无论你是想买单一品种 还是想随意搭配 这里都可以满足 闲来无事就都逛逛 令你终于的花花正在等着你哦 还有点吗 还有点吗 等一下 看不到我了 今天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大家可以猜一下 我手里包的这么多花 一共用了多少钱 三二一 好 一共一百五十块钱 谁能想到一百五十块钱 我能买这么多花带回家 这个起码能够在我们家盛放 起码是十天啊 所以真的就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可以把一大树春天抱回家 好了我要回去插花瓶了 入春从一场围炉煮茶开始 春风起探炉声 煮茶正当时 玲玲将带你去一个永风的院子 坐下来感受茶时和春日的适配度 安逸的旅途正在播出 到了春天啊 那就是晒太阳喝茶的好时节了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 清水河公园 这个地方呢就是依着一个河道而建的公园 然后我来到这里我才发现啊 它不仅仅是有一些公园的那些 很漂亮的植物啊 一些园艺之类的 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社区 有很多的茶社 然后农家乐之类的这种 还蛮有意思的 我们去找一家比较好玩的去探索一下 我们沿着清水河旁边的这条小车道一直往前走啊 刚好走到了这最后一家店 然后我查了一下最后这家店呢还是挺有来头的啊 叫做春宵茶食 听说在这里呢可以解锁孟华路的同款厚庭院 有点像电视剧的感觉了 咱们去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有一种春日悠闲 叫做成都人在茶室晒太阳 正所谓无茶不成都 春日之际说到喝茶 大家想到的自然是在公园 在河边 在小院 一把煮椅子配上陶瓷茶碗 如果再加上点氛围感更佳 林林觉得啊 自己走进了这家院子啊 真的是相当符合条件 我真的感觉在这个院子里面走着 我穿这身衣服感觉都和这个院子不太搭 小脑瓜 下会儿你们要是来的话 记得一定穿的稍微带一点古风 然后到这个地方来拍照 就一定非常的出片 然后我逛了一下它这个院子 感觉到处都是满满的细节 我觉得这个老板一定是一个处女座 这些所有的花啊 都是真花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 他们这里面吃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中午的话可以在这里吃火锅 吃烧烤还有烤肉各种各样的吃的 那我们已经吃过午饭了啊 就来这里浅浅的喝个下午茶 感受一下这里的茶文化 一把把油纸伞遮挡阳光 散下是四方小桌 围炉煮茶 炉先上桌 再配上一篮子小茶点 边吃边喝 在平凡的角落都有幸福生活的存在 好了 坐到这个地方呢 点了一份他们这里的套餐 128的庭院小气套餐 然后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套餐 128块钱有这么多的东西 我还是比较追求生活这个质感的啊 之前也去过其他的一些这种小店里面 他就点一壶茶就已经是七八十了 但是今天呢 我们有 我们有两份茶 然后两份茶还有这么多的糕点 还有围炉煮茶的这个玉米啊 土豆啊 还有红薯这些各种各样的 才128块钱 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值 现在虽然已经是春天了啊 但是还是倒春寒 还是挺冷的 所以我觉得来一场 这种火炉旁边的茶室体验 还是很有必要的哦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好吗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茉莉花茶 这一壶呢是白茶 老白茶 好了 这个花茶就泡好了 这个茶呢 也是我外公最喜欢喝的茶 也是最适合我们女孩子喝的 非常的清香 那这一壶白茶呢 一会儿就给我们的世上大哥喝 好的 谢谢 好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烤了 大家有没有在小的时候 吃过那种 就是在 呃 得啃里头 啃 闻出来的一种 突得跟到红烧 咱们嘿好好吃 我今年过年回家都没吃上 以前回家的话 可能都还能吃得上 今年过年回家没吃上 那就在这儿满足一下 我的小心愿吧 茶水和红薯玉米一起热气真疼 如果想寻一方小院 感受院中雅致 春宵茶时一定是不错的选择 围炉而坐 饮茶闲谈 春夜盎然 心也温暖 在这儿满足 云 现在 垂 炉 炉